罗省中华会馆等男家社团将于7月4日上午10点 在中华会馆门前举行国庆升旗典礼 7月3日晚间在金龙酒家举办国庆晚宴 请看详细报道 罗省中华会馆召开记者会 宣布7月4日将在罗省华部举行升旗典礼 庆祝美国国庆 罗省中华会馆四大首长 前中华会馆主席张自豪 大庄宴校联合校友会 航华社团 粤简疗社团等团体 乔务顾问 高企正等人均有出席 罗省中华会馆主席方杰周表示 庆祝美国国庆也恰逢中华会馆建楼64周年 双喜临门 他强调 作为乔居美国的华人 更应该表达对美国的热爱和忠诚 因为美国是我们的第二故乡 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处 因为美国是我们第二个祖国 所以我们就是一同信住 就是表现我们住在这个自由平等的移民国家 我们享受到自由平等 大家能够存在这个方向去 罗省中华会馆副主席李景生为本次活动的总干事 他表示 很高兴这次能负责升级典礼和国庆庆祝晚宴 他将竭尽全力的确保活动的顺利进行 并希望各大侨团能够踊跃参加 大家欢聚一堂共襄盛举来庆祝美国的生日 我们估计有大概70座左右 球团来自新桥 老桥 传统球社 还有月整流等等 环球东方记者李玉冲 洛杉矶采访报道